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尽万家下基层活动 活动的主会场设在如美如画的浙江省长兴县小浦镇中学 节目组邀请了江一山 方旭 杨绍鹏 黄新德 周东亮 金不幻等戏曲名家 先后表演了京剧大灯电 扎美岸 株连寨 玉剧十八扯 乐剧梁柱等一系列经典节目 优美的身段 精彩的节目让小观众们赞叹不语 这次送信下乡给我们长信人民 小部人民带来一个文化大餐 大家都非常高兴 特别是作为政府 中央电视台能够由这种态度带着节目来关心关爱下面的群众 让群众真正能够灵机里地感受到这种文化大餐 以前我们都是在电视上看到某某大家 某某大餐 这次能够亲自看见 而且竞技里地接触 而且这次节目中也跟我们这些群众进行了互动 这种形式非常好 浙江省长兴县地处浙江东南沿海 太湖西南岸 长兴县历史悠久 人文汇翠 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丝绸之斧和文化之邦 此次走基层活动充分展示了当地文化的地域特色 12个来自本地的节目也精彩分成 乐剧连唱 京剧串烧 贪狂和民间艺术精粹 百叶龙 鸳鸯龙 汉船 诗舞等 融入了当地文化的特色节目 使本土文化大放异彩 此次我们的《中国梦》文化竞万家下基层活动 不仅展示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同时也展现了当地百姓的群众风貌 除了在主会场进行的表演之外 郭巴尹栏目还携戏曲名家 走入浙江长兴县小浦小学和高地村敬老院 积极开展送戏下乡活动 浙江省长兴县小浦小学 积极推进戏曲性校园活动 此次京剧演员江一山 杨绍鹏 方旭走进小浦小学 为孩子们表演了苏三奇界 智取卫虎山等经典唱段 演出之余 他们还走进课堂 给小青班的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京剧课 来了以后我觉得这里的笑容笑貌 尤其是孩子这种对艺术的这种渴望挺震撼我的 应该说我很感动 出乎我的意料 我甚至有一种冲动 我觉得应该经常来小浦小学 来咱们小青班跟孩子们共同互动 因为我觉得他们对京剧的那种喜爱和痴迷 完全地打动了我 这次京剧名家进我们学校 应该说也是很难得的机会 对我们学生来讲 老师也好 学生也好 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也让我们的学生和老师 轻声感受到了这个京剧艺术的魅力 听了专家们的这些演唱以后呢 从而也激发起我们这个传承国粹的这种信心 从而呢 是我们的孩子 能够在传承国粹艺术的这个道路上 能够 我也相信能够越走越远 越走越久吧 此外 另一支小分队也走进高地村敬老院 京剧演员李军 玉剧演员金不患 徐福仙夫妇 为当地的老人们献上了精彩的表演 虽然天空不作美 下起了小雨 但是演员们敬业的表演 还是让老人们心上温暖 在过去 我们只能够在电视上 开导他们的声音 今天是我们真正开导他们演唱 我们给他很幸福 大抱眼福 这次呢 跟着咱们中央电视台 能够来到长青 我感到特别特别高兴 因为这些老年人呢 他们年纪大了 他们不能够到剧场来看戏 所以能够在福利院呢 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演出呢 而且我们那个文艺工作者 应该下到社区 我们的艺术呢 都是人民 把我们培养出来的 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社区 为人民演出 为老百姓演出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名家慧脆 好戏联台 10月1日至3日 每晚17点53分 进行收看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静万家 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 走进浙江长星 近日 由山西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 太原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 山西艺术节在太原市拉开了帷幕 这是山西首次举办的综合性省级艺术节庆活动 也是近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 艺术水准最高 群众参与性最强的艺术盛会 天津经纪院的康熙大帝 作为邀请剧目的首场演出 一经亮相便惊艳四座 赢得了山西观众的阵阵掌声和贺彩声 我们天津经纪院这次应邀参加 山西省艺术节的展演 非常的荣幸 康熙大帝这部剧 是我们天津经纪院14年前 《华死粮》这部剧目 获得文化大奖之后的 第二部获得文化大奖的优秀剧目 应该说是我们天津经纪院的高峰之作 康熙大帝是天津经纪院 继《华子粮》之后 时隔14年再度捧得文化部设立的 国家舞台艺术政府奖文化奖的作品 该剧自2014年首演以来 受到戏迷专家的广泛好评 认为整台戏在艺术呈现上 给人以大气流畅好听好看的感觉 充满金味京剧的特色 康熙大帝以康熙平定格尔丹叛乱的历史事件为主线 以收复台湾为背景 重点刻画了康熙在面临两难选择时 宁舍骨肉不舍寸土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 为了打造这部剧 天津京剧院多次举办研讨会 倾听专家和观众的意见建议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提升打磨 最终呈现出大时代 大手笔 大情怀 大手段的特色 我们剧院就是本身一个 这首戏一个外人不接 一个外地演员不接 包括音乐 包括舞美 都是我们剧院自己来完成 这样的话呢 利于这个戏的整体的合作 也利于我们长期的演出 在剧中饰演康熙的是天津京剧名家王亭先生 作为一位文武兼备的老生演员 他所塑造的康熙具有着极强的创造性 呈现出精美的艺术完整感 不仅为这出戏的成功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尤其是体现了他在若干年前 创造画子良后一针成熟的新突破 剧中 他的唱腔多取材于观众耳熟能详的传统旋律 但在情绪把握和声音造型中 则有结合人物 在其本身的谈派 礼派基础上 化入羊派 鱼派的声枪特色与唱枪语绘 韵味也更加深醇倦勇 可称把人物内心情感的传达力 与京剧欣赏的过瘾度 都得到了很好结合与表达的成功范例 这个戏呢 有几个特色 有独唱 有混唱 有对唱 同时还有搭唱 这个呢 我觉得旭正泰老师 在唱腔设计上 是我觉得非常的优秀 另外呢 我跟舒飞 有一个对唱 对唱模式呢 也是咱们京剧惯用的一种 很多的都是 比如说伍加坡呀 瑟朗汤姆啊 等等 声行和弹卷的对唱 这段的唱应该是 模式就是咱们京剧这种 这个开始是流水 然后慢慢慢慢的多版 最后快版两个人最后达到一个 除了没有叫小翻 我们基本就是这种嘛 但是也起到把这个戏推到一个矛盾 就是从唱腔当中把他推上去 此外 黄平充分发挥了自身文武老生的优势 还原了康熙马上皇帝的民族特性与年龄特点 气质充满朝气 英气 其中 几段动作性很强的段落伸手矫健 翻身 枪花 出手 亮相 英姿勃勃 干净漂亮 而那段爽变更是活用和继承了天宁京剧院前辈 在火烧望海楼中的绝火 也使得这出戏为观众增添了更强的观赏性与兴奋点 强化了新编京剧中普遍缺乏的可看性和技巧性 就是这个辫子的运用和这个击鼓的这个想法 这是我跟导演建议 我说别的我不保 我保两个 一个保我辫子 一个能不能让我积上鼓 因为有基础 也是我的强项 因为积鼓骂槽 咱们唱一些这些东西 恰恰用的都非常好 比如说丽老师有很多的 有反着踢 这个辫子 然后转到绕到脖子上这种踢 另外这个横竖的踢 另外还有扫堂 它最后揉起来之后非常好 但是它那是一个码头上的一个 一个一般的这种 它有一种武器或者是百姓的那种东西 随便用 那么这个就不行 皇上只能说用这么一两下 超过三下都多 在剧中饰演书妃的 是天津京剧院成派青衣吕杨 她自六岁开始学系 最初学的是梅派 后再老师建议下改学成派 她的舞台形象轻力显雅 台风稳重端庄 嗓音浑厚中不是脆量 形腔高低急需运用自如 在剧中 舒飞的唱段中 她既继承了成派唱腔 低回婉转 方柔相继的特点 同时又有清新明亮 洒脱自如的个人风格 在唱腔上呢 我也运用了一些 不像于成派 特别含蓄的那种感觉 而且就是主要配合这个戏 配合这个戏呢 因为她这游戏要体现出来 她的这种身份 还有她这种宫廷的 还有这个跟皇儿之间的 这种配合 不能用成派的传统老戏 这种比较含蓄 低回婉转 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 舒飞这个角色 剧中格尔丹的扮演者 王家庆是天津京剧院的花莲演员 她嗓音高耗 韵味浓厚 文武兼备 是一名具有潜力的优秀青年演员 在剧中 能够准确把握住格尔丹这个人物的两面性特性 对她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其实最难的还是 就是几种切换 即时的切换这种人物 你头一场的时候 你那场的时候 其实是一场 但是说我们的传统音乐算是一场戏 你那边要在你自己的领地里 要表现那种英雄的气感 那种跟自己爱妻的那种 完美的那种爱情生活 但是要马上切换到回来 就跟康熙这种尖锐的这种心理斗争 那些个而且很奸华的地方 其实还好 我觉得这个剧目 我们创作期间 首先有导演老师们对我们的帮助 而且对我个人来说也有很多的提高 饰演飞扬谷的黄其风 是天津京剧院的舞生演员 她一朝一世 尽险演向风范 将人物的英气豪气 展现得淋漓尽致 戏份虽然不多 却起到了红花绿叶的作用 这出戏主要是描写这个康熙 她为国家舍弃小家 为大家舍弃私情 为了国家统一 这么一个戏 具体舞戏在里头 其实就是一个陪衬的作用 她主要讲了故事 所以我们舞戏 就是给她整个戏增加一些色彩 我在里面表演并不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通过我们的努力 还是起到了这个增光的作用 独特的历史题材 精妙的剧情构思 完美的形象塑造 潜心的艺术手段 使得康熙大帝赢得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赞誉 演出结束后 掌声依旧此起彼伏 观众久久不厌离去 这是对本剧的认可 也是对历史情怀的依依不舍 近日宁夏演艺集团京剧院 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文化体育广电局 签订了戏曲传承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共同携手为戏曲竞校园等工作开展合作 青铜峡市将把戏曲竞校园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积极为宁夏京剧院在青铜峡市开展戏曲竞校园工作 提供便利条件和必要支持 签约已是后 宁夏京剧院院长刘京 联合国家京剧院著名小生演员郝士鹏 为青铜峡市各大中小学校师生 演出了经典剧目《白蛇传》 受到了热烈欢迎